什么武器被官方加强过?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尾 至今每个版本都会对武器进行调整 今天我们来聊聊被官方加强过的三马武器 1. 运九四 曾经的运九四是非常垃圾的 伤害是算距最低 并且作为狙击枪还不能装瞄准镜 这时候没有玩家会用它 后来因为实在没人用 官方直接加强了运九四 给运九四自带2.7倍镜了 这就是现在运九四的2.7倍镜的由来 这对运九四来说已经是质的加强了 2. 乌兹 最老版本的乌兹是不能装瞄准镜的 那时候的乌兹虽然其他性能优越 近战秒人非常厉害 但没有瞄准镜秒人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玩家在捡到其他枪后都会换掉乌兹 可能是因为被丢弃率太高了 官方也直接半重做了乌兹 让乌兹可以装红点全息了 这对乌兹来说是极大的加强 3. 汤姆逊 这期一开始的汤姆逊是空头枪 有着100发的单容量 后来被削弱移出空头变成了30发 很长时间都没人用它了 之后官方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它 也让它能装红点玄西了 现在的汤姆逊战还是很强的 小伙伴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游戏被官方加强了吗 欢迎关注三联哦 我们下期见